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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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关系已经进展到不可预料的地步 对 他们俩人经常在微博上晒幸福 秀恩爱 然后俩人已经互相飞到对方生活的城市 来回好几趟了 见过彼此的爹娘了 双方的父母已经知道他们的恋爱了 我以前觉得他们不像 他们在一起以后 原来我觉得这个男的跟刘佳妮像 现在我觉得他们两个长得有点像 男的跟刘佳妮像 你会不会说话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他跟刘佳妮长得很像兄妹两个 你知道吗 我觉得那俞宾好像离开《非诚勿扰》 那我才还长好看 我跟你有同感你知道吗 所以受到这种爱情的滋润以后 感觉是不一样 这余妮是比在台上更漂亮了两个人 对对对 好 我们双方父母都知道了 他进展也很快 而且杨佳妮母亲的手术 也非常的顺利 在恢复当中 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尽快地 听到两人传来好消息 祝福她们 有请今晚24位美丽的单身女生 欢迎你们 请亮灯 新上场的21号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曹盈 今年22岁 来自南京 不知道为什么 我好像一直都不太知道 男生的喜欢 所以我到现在没有谈过恋爱 我不想以后被安排相亲 然后吃个饭 看个电影 就结婚了 所以我决定为自己勇敢一次 主动追求自己的幸福 希望可以支持我 谢谢 你说来到这儿我们试试看 说这儿很多奇迹都会发生的 欢迎你 我们的奖励规定是 男嘉宾第一轮亮相 获得不少于22盏亮灯 看守女嘉宾离开之后 他们将获得娃哈哈音样快线 幸福牵线提供的爱情海助理 同时 他们将获得京东商城提供的 护肤大礼包 携手共度美丽人生 同时我们也希望 所有的观众朋友 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 登陆《非诚勿扰》 在新浪上的官方微博 参与我们的节目交流和互动 做好准备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有请1号男嘉宾 大家好 我叫潘泽景 今年26岁 来自美丽的海滨小城 山东威海 谢谢大家 潘泽景 欢迎你 来自威海是吧 对 好 看看对面24个女生 这位男嘉宾来自百合网 这位男嘉宾来自百合网 好 来 手有点哆嗦 有点紧张 24位女生 被潘泽景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谢谢 9号 不喜欢 没有感觉 长相是吧 对 9号之前你介绍过吗 你介绍过吗 你介绍过吗 我现在记性真的越来越漂亮 换了一个发型 换了一份衣服 你就不认识了 我真不认识 好 我们来看她第一条片子 快烦点人相亲到南京 我把情况介绍给你 清发性格温柔又不佳 阳光帅气人人花 我说了您要不相信 看她被人就是潘泽景 我就是潘泽景 我的工作就是 教孩子们打快板 我对于这份工作呢 特别有成就感 最重要的是呢 我喜欢被孩子们这样虐 大家别看我现在 性格挺开朗的 其实我小时候呢 性格比较孤僻 有点自闭 我父母妹这事挺发愁的 后来呢 为了解决我这个性格上的问题 最后努力我去学起义去 这一学不得了 我天性解放了 越来越疯 越来越逃 所以我现在的兴趣爱好 都比较极端 安静的时候 我喜欢下盲棋 这种与人对异的过程中 我可以感受到特殊的乐趣 压抑的时候 我去疯狂K歌 就要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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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毕业之初 我做过一段时间的名字 演的最多的就是太监 我演过汉朝的 明朝的 清朝的 别人给我写个外号 叫我太监专业户 后来 因为我爸的身体原因 我放弃了 一切印象发展的可能 我就回到了危害 我的人生信条 就是走一步算一步 在很多人看来 我这种性格 就是没有进取心 不上进 但是换成孟非老师的话来说 这叫随语而安 谢谢 喜欢表演 但是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对太监这种角色 情有独钟 难用难用 不是我自己情有独钟 这个是因为我的天生的条件 嗓音的问题 那个我们一直在 所有的这个影片当中看到 就是最常见的一种 这句台词 就是什么娘娘起嫁 什么皇上请安类似 这个 来一嗓子是吧 对 我觉得你应该是 已经重复这个 这个清宫戏里边特别多 你说 宣乐家上殿 说这么一句 宣乐家上殿 还可以 还可以 对 对 对 那个 咱们这三个朝代 都出过很多著名的太监 比如说清朝 有这个安德海 李莲英 没错 明朝有魏忠贤 刘瑾 对 西汉末年有那个时长氏 你这三个里面 你最喜欢哪一个 哪个朝代的 对对对 你演哪一个更加容易 你愿意活在哪个朝代 如果穿越的话 穿越的话 不当太监行吗 不是我自己爱演的 好了 不为难她了 不是开个玩笑的 看看女孩有什么问题 10号 我认为男嘉宾的那种 走一步算一步的性格很好 就是很多人都是 就是给自己设立很大的目标 就像我以前最小的目标 就是想考一个哈佛 然后等到上高中以后 想考清华 然后等到高三的时候 我就觉得考一个大学就行了 就是很不契乐实际 我认为她这样 就是设立一点一点的目标 然后去努力 所以这样才会真正地走到最后 23号 刚才就想问男嘉宾 你的那个走一步看一步 是不是觉得生活中 就保持一个玩乐主义心态 什么都无所谓 我是自己是乐观 因为很多事情 你不知道你下一步 会经历什么 本来你打算得挺好 但是特意弄人 马上就给你转变了 但是你要有一个很强的适应 但是如果 所以说我就不提前做准备 我把自己时刻准备着好 应对着各种的 我觉得你可能有点太玩乐主义了 我觉得孟非你倒是应该说一下 就是你那随遇安安 是是是 我刚想解释这件事情 你现在误导大众的罪魁祸首了 我觉得走一步看一步 这并不是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 或者说是享乐主义 就是走一步 你人生有很多个阶段 就是说我现在想 比如说我今年20岁 我就在想我50岁的时候 要成就一番伟业 可能这中间的路实在太长了 但是说我走了一步之后 根据我现在所处的位置 我所具有的条件 来设计下一步 可能更实际一点 23号 23号 我觉得人不能不应该 可能是我武断 我觉得人不应该 保持一个得过切过的一个心态 就是觉得什么都无所谓 应该认真地做好眼前的每一步 至于结果什么样不重要 我认为就是计划不如变化快 应该就是先做好眼前的东西 看得太远的话会太浮躁了 我不知道别人说随于而安什么意思 但是我理解孟非那个随于而安 看她这么多年 其实是那样的 就是对于工作 特别是工作 它没有特别强的那种目的性 和特别强的那种主动性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 她做眼前这个事的时候 是不负责或者不努力的 她是尽力 但是不要求必成 然后也不是没有期望 但是呢比较容易接受现实 就像刚才那个10号女嘉宾说的 她那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本来想考哈佛 然后其实清华也行 最后不行我考个大学 也蛮好 念念也好 接受现实 我马上要准备写一本书 为了使得你的思想不至于 步道和影响态度的大书 我的书名叫永不放弃 所以就想好了 我建议把书名改成死不瞑目 谢谢 二十号 你好 男嘉宾 我想跟你讨论一个学术 也不算学术 就是我对比中国的创阅剧 和国外的创阅剧 我发现中国创阅剧老往回创阅 就是明朝啊清朝啊去拍一些历史 而那国外的创阅剧老往未来创阅 就拍一些什么星球大战啊 那个变形金刚会预言未来 我就在一直在想 作为导演他们是怎么想的呢 难道我们中国人就没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吗 还是大家就很怀旧 一直活在历史的辉煌的那个时代里面 确实是有很多人这么说 但是我认为 咱们中国现在最大的特点 最大的优势 就是我们有悠久的传统历史 我们悠久的传统历史 都没有学会的话 没有学好的话 我觉得不要去想过去 先把自己的优秀的传统继承下来 男嘉宾 不好意思 我想说话 因为我觉得吴尊珍说了完全是错误 为什么西方他要拍 满前拍就未来 而中国要拍过去 因为整个西方是没有文化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四大文明古国 全部在亚洲 埃及 然后印度 还有中国 还有巴比伦 请问有一个欧洲国家吗 没有文化 没有未来的人 我特别想的是 四号女嘉宾说 一般说别人没文化的 自己先看看自己有没有文化 我说的是古代文化 他们没有古代的文明 他们的文明起始得很晚很晚 我觉得欧洲的文明 起始于文化复兴 文化复兴时候 但是我们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 真的跟他们差很多 我们就不在这个地方 讨论关于历史文明的事 但是我发自内心的建议您 稍微多念点书 谢谢 我第二段微笑挺好看的 来好 我们看下一条片子 我自认为我对感情 还算是有经验的 我至少谈过两次恋爱 还有三次暧昧呢 我的第一段恋情是一个长达六年的异地恋 我们俩人是五打五撞开始的 中间分分合合有三四次 最终这段感情还是敌不过猜忌 我们两个人分手了 我的第二个女朋友是我的中学同学 我们两个在里面相遇 很快就在一起了 但是在一起一段时间之后 我发现我们这段感情不太像爱情 当中友情的成分更多一些 正好我收到了父亲得病的消息 我就一个人回到了危害 后来她给我发了很多信息 问我为什么不辞而别 我没有勇气去面对她 就一直选择了逃避 爱情真的很伤人 不但伤害了她 同时也伤害了我自己 就从那以后 我再也没有开展过任何一段真正的恋情 到暧昧之后 我自己就会杀住车了 我真的不知道 怎么处理接下来的关系 好 现在这个事情过去几年了 两年 将近三年了 但是还是没有一个说法 就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 我跟她说过 但是没有当面说 没敢正式地表达出来 你觉得这个事情 对她伤害很大吗 对 我自我感觉 因为这件事给我的伤害 就挺大的 站在她那个位置 对你的伤害挺大 对你有什么伤害 是你不辞而别有什么伤害 我忍受着内心的纠结 当时 愧疚 有 特别有 当时我父亲是胃癌嘛 我就回来 当时也不知道前途是怎么样的 在北京发展 觉得还成的时候 我们俩的感情 也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那时候 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她 不知道把这话怎么理清 那时候我就选择逃避了 你为什么不跟她说一下 其实结束一段感情 也不是什么不可以的 或者很奇怪的事 这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 这样的情况 就不辞而别 她就是 你是为什么不好说呢 她不辞而别 那个人还喜欢她 她已经跟那个人 没感情了 没感觉了 那怎么开口 她说我要回家了 我觉得我们离开两地不好 我们要不然就先冷静一段 我不觉得这样的话 有什么不好说的 对 那个女孩 那个女孩会说 我不干了 我陪你回去一起照顾你爹 那个女孩会这么说的 那我觉得还是不合适 在我们现在这种关系 我把你带回家 我没有把握 她说不出口这个话 就是因为这个说不出口是吗 我们听听其他女孩 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16号 男嘉宾 哎呀 气死我了 看你说那些话 我简直是没有办法 哎呀 不知道该怎么说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 你的逃病 你知道给女孩 带来多大的伤害吗 既然你是个男人 你为什么不能直接来说呢 我不管你有多大的痛苦 但是我觉得 你有没有想过 你的不辞而别 会给女孩造成多大的伤害 你要是个男人 你就应该站出来 我知道你父亲的这个病重 让你很难过 但是你的不辞而别 或许给这个女孩 也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我明白 所以我希望 你可以为你所伤害过的人 对 我也是这么准备的 对 我也是这么准备的 我觉得今天来参加这个节目 是很好的一个机会 我要跟他说一声 因为我们两个在很多 两个人交往当中的事儿 很多事儿 大家可能不明白 然后我承认 我当时年纪 阅历的关系 我做错了 我知道 我不应该一声不说就走的 虽然后来我有想法补救来着 但是我单着 在这儿我就想跟露露说 我那个 对不起 希望她能看到我们的节目 对了 好 我们来看她的朋友采访 大家好 我是潘同学的闺蜜 虽然潘同学这个人嘴贱又贫 但是这个人非常的孝顺 所有的工资卡都交给她妈妈 我和小潘经常一起去捡破烂 积极投身环保女女们 这样的男人靠得住啊 小潘是我们大伙里面的开心果 每次我们大家一块儿聚会的时候 她总能给我们带来无限的欢乐 通时朋友出去玩 只要知道我是学取义的 都让我现场来一段 这个我很打烂 我要在这儿呼吁一下 我亲爱的朋友们 不要让我在现场来一段了 大家好 我是潘泽景的师叔 潘泽景这个孩子呢 非常的聪明 非常的重感情 大家跟他交往的时候 都特别特别的放心 好了 各位美女朋友们 走遍四海还是微海 看了一圈还是小潘 大家好 我是潘泽景 带一个媳妇儿回来 很遗憾 想到了 再见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两位老师 本来呢今天来想着 如果女嘉宾攻击我的话 我会在台上反唇相机 或者讽刺或者挖苦 因为我就是看这活的 但是后来我觉得那个氛围 作为一个男人 应该不能一点 我理解他们的感受 我觉得他们也做出了 善意的 是对我善意的规劝和建议 我接受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大家好 我叫张庆熊 今年36岁 对我来自采银之南 玉溪 谢谢 张庆熊 欢迎你 云南玉溪 对 好 看看对方 对面24个女生 对新上场的男嘉宾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谢谢 15号 不好意思 我才25岁 你36岁对我来说 可能代购有点大 17号 不好意思 男嘉宾 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但是好像18号 你妹妹还留着灯 那又不知道 只有问问她了 来 我听一听18号的想法 跟姐姐有什么不同吗 我觉得可以再看看 因为男嘉宾上场的时候 感觉就是挺正派的那种感觉 就是穿着什么都西装格领的 再看看吧 我问一下你们两个 从运动队出来了以后 突然之间来参加了这个节目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一下子短时间之内见了这么多的男人 心情这种喜悦程度怎么样描述一下 因为你过去可能这么多年 也见不到几个男人 我觉得也没什么吧 反正就是看了觉得有感觉的就挺好 没感觉的就不喜欢 因为你们俩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乐老师这个问题 好 我们来看第一条片子 谢谢大家 我叫张庆雄 目前在家大型历史事务所工作 上中学时我迷上了感激 有一次我看到电视里 香港历史在法庭上走来走去的 既崇拜又羡慕 从那以后 我便洗下了 当一名历史的灭望 上大学时 我毅然毅然显示了法律专业 在我心里 历史是一个冲高的职业 而不仅仅是一个谋生的手段 所以认真对待当身的委托 保护当身的合法潜移 都是支持我兢兢业业 做好工作的动力 我认为一个好历史 还应该为那些洗脚法律研究 而没有能力支付历史费对的提供服务 所以工作之一 我也在云南省农民工法律研究中心 做危险专业 我曾借钱给一位 在矿山工作时受伤的农民工朋友 并给他提供无常的法律帮助 我也希望在云南的农民工朋友 如果有困难可以来找我们 我会尽最大努力 为你们提供无常的法律帮助 我们应该向这样的法律工作者 表示敬意 我看最近网上好多人在讨论 有很多港剧里边 有很多的那种常识性的 专业性的错误 这我不太懂 但是网上有好多帖子说这个地方 比方说 我比方不出来 这个很多专业领域很像 比如说医生 他能看出很多医生方面的问题 有些律师 法律工作者 可能一些法庭系当中 有些很多常识的错误 我就说一个吧 那些古装系里边 经常有皇上一高兴 来 赏500两黄金 那太监捧出一拖牌 来 500两黄金 有人说 你知道500两黄金有多少吗 500两黄金你能捧得动吗 他搬也搬不动 对啊 这完全是属于常识性的无知 我自己感觉啊 好多人特别不理解的就是 党校的老师是什么样的 所以 这个问题是真的 你就看着乐家说就可以了 听了好多人就不知道 党校的老师是什么样的 然后他们就会说 我以前不太了解 我认识你以后 我觉得党校的老师 都应该像你这样 尤爱可心 对 其实也可以就是化妆 那个抹口红什么的 对 可以的 是啊 来 5号 我跟男嘉宾是特别像的 因为经常有学生问我说 哎 老师 你当时为什么会选法律 我说当时我年少无知啊 香港电视剧看多了 真的是这样 那个时候看刘道华 戴个假发 披个发袍 在那边很威风地说说说 然后就导致我大学本科 所有的志愿全然都是法律 而且不服从条件 然后 而且 而且就是我也想 对男嘉宾说一下 我非常支持你 对于这个律师的这个 做案子的这个看法 因为我一直相信 就是正义的实现 不是靠我们嘴说的 而是要靠每一个律师 每一个法官 在每一个案子中 实实在在做出来的 所以说我就是说 希望所有的人 所有的做法律人吧 就是如果在你们赚钱的同时 能记得你做的是一个 很有意义的事情 那就很好 好吧 来 我们开始下一条 我曾经有过 四大感情经历 最可可明星的一段 是第二段 刚开始的时候 她父母认为我一无所有 加上我又是一个外地人 非常反对我们在一起 为了得到她父母的认同 我努力赚钱 我以她的名义买了车 买了房 甚至把每个业的工资 都交由她来支配 可惜换回来的 还是她父母的任意 后来 她陪父母的压力 经常偷偷气相亲 我发现以后 我整个人都快崩溃了 我依然却持了分手 我的理想女生 最好有孝心 有福相 独立 如果她学历高 又是学法律人 那就更好了 现在我们不仅可以在工作中 相互帮助 而且能把我们的下一代 培养偶尘一名允许的历史 成为法律世家 我不会介意她的身材 也不会可以要求她去减肥 饱满的身材也很有年味 而且我也稍微有点发福 我们走在一起刚刚好 当然我也不会介意她的恋爱经历 如果她没有谈过恋爱 也没有关系 我会从零开始主动去教她 去关心她 也去宠爱她 等一等一等 等一等 傻瓜都看得出来这个话 我怎么没看出来 大家为什么鼓掌呢 这什么意思你们 不是 然后乐嘉说 傻瓜都看得出来 我就没看出来 我就没看出来 要说他们为什么鼓掌 我不知道 还有个比我更傻的 两个傻瓜 来 5号 他们为什么鼓掌 要是我没有猜 或者说自作多情的话 可能她心动女生是我吧 哦 这个意思 好 我们待会再问啊 待会再问 哎呀 很不幸的事情 万一 猜错了就自作多情了 万一不错 万一不是怎么办 这个就是这个舞台的魅力 就在这儿了 所以每个人要珍惜这个机会 好 我们先问问别人 16号 男嘉宾 因为我跟5号小陈 我们俩住一屋 他成天给我抱怨 他说哎呀 快来找一个牵他走的男人吧 所以你今天一定要加油 小陈非常非常OK 谢谢你 你这个 你要帮他有一种方式 就灯一直留到 把他心动女生请出来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5号 但是要冒的风险是 万一他放弃心动女生 把你带走 这也是有可能的 这个大家都要想清楚 15号 我想告诉男嘉宾 刚在你VCR里 讲的所有要求 5号刚刚好全部符合 你可以考虑一下 真的 谢谢你 谢谢 你是回答我是吧 谢谢 帮助一个智商不够的主持人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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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嘉宾 我想问一下 你给那个用你 用那个女孩的名字 买了房买了车 后来你们分手了 然后房和车怎么办 这也是我的问题 我就知道你是主人 这也是我的问题 怎么把那人要回来 或者一定要要回来吗 对 要回来显得很低级吗 这是我们的问题 好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是这样的 因为他也是学法律的 后来他做了公务员 我是这样处理的 我们好了5年 后来车呢我就 因为我工作需要用嘛 我就自己用了 房子就没有要了 有情有义 好 恭喜你 进入到了男生权利 上去灭掉一盏灯回来 精彩的时候到了 有请13号 21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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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到这儿 就有几个悬念出现了 首先他的心动女生 是不是如大家所猜的那样 是5号呢 来看大屏幕 有请5号 现在的第二个悬念是 看我们节目的人 都会发现13号唐靖 几乎没有出现在这个位置上 他倒是被选心动女生 次数比较多 这位男嘉宾 会不会在最后的关头 放弃选择心动女生 而突然改主意 把13号带走呢 我认为明智的选择 是应该这样的 他在讲所有的话的时候 都是幌子 罪文之意不再久 但是他怎么能预见到 13号最后会出现在这个地方呢 管他是不是13号 反正用这个幌子 把其他人领走 那这样的结果 会不会给所有的观众 看了之后 造成对他的负面评价呢 观众会认为 这是一个好律师 深思熟悉 好 来 我们把 我们把有可能出现的事情 我们都先预演一遍 好 来 看大屏幕 三个女生的十项基本资料 你选一项继续了解 第四项 第四项 来做家务的能力 13号 在家都是自己来做家务 各种家务 都难不倒自己 会做一些家常菜 还特别会张罗火锅 5号 常年留学在外 各种必须的家务都会 会做蚝油生菜 黄油烤蘑菇等 21号 一般家务都会做 比如打扫卫生 烧一些简单的饭菜洗衣服等 好 好 张律师 最后一个问题 请问三位女嘉宾 在未来的五年内 你们各自的人生规划 五年内的各自人生规划 减数一下就可以了 减数一下 来 13号 说实话 其实我是没有什么特别规划的 我走到今天也就是 自己努力成什么样 结果我并没有太纠结于这个结果 所以我五年内的规划 也就是想平淡地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人 然后一起生活 工作有调拨人的进行 就这样 5号 我的话应该就是好好当老师 然后博士毕业 然后结婚 差不多这样 谢谢 21号 我是一个没有什么计划的 五年内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我觉得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吧 谢谢 谢谢 好了 刚才我和乐佳 我们描述的那种各种情况 到底会出现哪一种 还是我们 都在我们预料之外 也保不齐 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坚持选择5号 有可能被拒绝 对 你一个人回去 另外两个女生 你可以牵手其中一 想清楚 告诉我们你的决定 我们两个怎么样 我们再聊一会儿 那你说吧 你觉得他会 你要跟我不一样啊 一样我们两个就没得压了 那干嘛让你先说呢 那你先说 我肯定跟你不一样 我觉得他选5号 我觉得他选13号 我觉得他选5号 好吧 你做决定吧 我觉得他选13号 我觉得他选5号 好吧 你做决定吧 我先推5号 来 两位女生请回 乐嘉 我告诉你 在今年欧洲冰小组赛 我才看完第一轮 我就说西班牙夺冠 那我们两个再来一把 还好 下一把就是他走不走 来 我们再来 我说他走 到你了 好吧 那我也说他走吧 好了 来 开始吧 这个婚姻恋爱是很严肃的事情 来 我先走两步 最后争取一下 下山 从6月2号那天 我看《非诚勿扰》 看到你以后呢 我对你印象非常的深刻 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 你曾经说过 你不是稀奇自演 但是你在我心中 你非常完美 因为我 我佩服你 你走过七大九四大雅 以及南北基 我羡慕你 对法律公正正义的崇尚 所以说 我认为 我今天来 是值得的 希望你给我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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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我其实第一的话 就是那个 我觉得你比较像我爸 然后 就有点成熟 然后还有就是你在云南 然后我在杭州 然后就 所以比较纠结 这个问题你放心 我想过 我要来《非诚勿扰》 我们家亲戚 我父母他们都知道 他们也支持我 其实做历史这个行业 你也清楚 我们这个职业是不受限制的 都可以去 我曾经想过种种可能 我想你往前走一步 我们会努力走下去的 来 5号 你告诉我 我觉得就是 你现在回答 你回答 yes or no 就好了 yes 因为我确实是比较看演员的 然后我觉得他 虽然年纪只有36岁 但是可能因为是成功人士 所以看起来真的比较成熟 那好吧 你做完决定之后 我们再讨论接下来的事情 所以非常谢谢你 谢谢 有点遗憾 谢谢 今天我来了 我已经努力了 大部分女嘉宾没有跟我走 这出乎我的意料 他今天季节我 我认为他的理由不成立 他认为我们有 之前有纪理问题 我认为纪理不是问题 现在交通那么发达 而且我做历史这个职业 也比较自由 算了如此 我还是会积极关注他 我支持他 到他找到他心意拿成为止 观众朋友 如果想了解 我们24位女嘉宾的 个人资料和联系方式 现在可以拿起手机 编辑短信 812253加女嘉宾编号 发送到1066666620 或者登陆布布告 微博智能手机 《非诚勿扰》的官方网站 给他们留言 想要真婚相亲交友的朋友 可以通过百合网 或者真爱网 新浪微博 或者通过现场报名 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 在这里追求你们的幸福 看来我跟乐嘉都判断失误啊 你有什么失败改言要发表吗 黄老师 你说从来没有男生跟你表白过 是吧 从来没有 这算吗 算 感觉怎么样 非常的惊讶 惊讶 没有 我没觉得你有惊讶 你别骗我 惊讶的感觉你肯定没有的 惊喜 惊喜 更没有了 也没有了 你有惊喜 你根本不会说刚才那样的话 我觉得就是因为确实非常优秀 然后非常好 好像大家就会觉得 我拒绝这么优秀的人 好像很不应该 但是又确实觉得好像 好像很成熟 没有了 我告诉你 他其实并不一定很优秀了 我不认为 我不认为大家是因为他很优秀 我同意 而是因为说 他是非常诚恳地冲着你来 而在过去你重复过千百万遍 你从来没有体验过这样的感受 但是当真的有这样的一个人 为你而来的时候 实际上你是在拒绝别人的 那所有的人 就会有一种本能的反应 你接下来 你认为你会碰到谁 这是所有人的最内心深处的本能反应 你认为你会碰到谁 而且我想你是不是也可以 就此来反省一下 你说以前从来没有人向你表白过 实际上可能也许有人对你有过意思 但是你根本就没有给人家这个机会 你根本就没有去说的残酷一点 你根本看不上那些有可能表白你的 但是我不是看不上的 这个男嘉宾条件这么好 怎么可能是因为条件而看不上呢 就是 不对 我刚才我跟乐嘉和黄老师 我们的意思是 他真不好说是 律师行业当中最优秀的 比他更优秀的多的是 我们看到的是他喜欢你 女人也好 男人也好 在选择的时候有两种标准 有一种是把是不是优秀 放在第一位 比如说你旁边的4号 他只要那种A家货 虽然那种A家货 跟他可能一点关系没有 这是他的标准 我只要最优秀的 还有一种是 我只要那个最爱我 最喜欢我的 每个人的出发点不一样 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人 他有多优秀真不好说 但是我们分明看到的是 他是很喜欢你的 你错过的不是优秀的 你错过了一个喜欢你的 珍惜每一次机会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大家好 我叫董炭 来自凉宁葫芦岛 今年25岁 谢谢 董炭 欢迎你 他看对面24个女生 这位男嘉宾来自百合网 24位女生对董炭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谢谢 谢谢大家 2号 男嘉宾不是我喜欢的内心 没有演员 我偷偷地问你一下 弱弱地问一下 这个姑娘有介绍过吗 你别着急 否认我 我真的觉得我不认识她 介绍过 对吧 有吗 上次来的时候介绍过 对啊 她上次来过吗 你要吃药了 你可以说一下你是谁吗 我真的不记得了 我是张孩 不是写在这儿吗 好吗 多识字啊 我不问了 来 我们看第一条片子 大家好 我叫董炭 我是一名军事迷 在2011年10月27日 和我的朋友组建了一家 战人气孩子野战俱乐部 我们这个俱乐部 现在一个郊外的山河 完全模拟实战的环境 全副武装 来体验战场的机型 我的个人军事指标 都是如假伯昏的 首先 纪律性 我的工作是锦州纪路段 一名预备火车副司机 虽然我们预备司机 就像球场上的替补队员一样 但是我们同样肩负着 保障铁路安全 保护国家财产安全的重责 第二 专业素质 火车司机需要拥有一个 反应机敏灵活的头脑 在机车出现异常的时候 需要你及时准确地做出判断 活动地解除故障 第三 毅力 当初有组建这个俱乐部 想法的时候 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因为我在我父母眼中 永远都是个孩子 他们只希望我老老实实 做一个稳定的上班族 但我觉得 这不是一个男人 应该拥有的生活 所以在家庭的反对中 我毅然地坚持下来 第四 我还有一定的文艺气质 我喜欢唱歌 喜欢被音乐包围的感觉 我一直把音乐 当作很好的朋友 这就是我 虽然我的整体数字 没有达到满分 但是我仍然努力着 对 这一般来说 军事迷都是男孩 有女孩喜欢军事方面的吗 有没有 我真打过真人CS 但是 喜欢这个吗 我挺喜欢的 因为打这个CS 你可以看出 你朋友的真的本性是什么 真的会有很滑头的 他们会一直躲着不出来 然后等着那些冲锋陷阵的人 都死去了他们之后 说我们赢了 有这样的 但是也要有聪明的人 因为你要知道打真CS的话 你身上会有几个哑 是属于有效中弹那个位置 所以多半我跑的时候 我是堵着这个有限的 这个要把我打死的这个位置 会侧着爬 这样的话不容易死 但是后来也会发现在战场上 不分男女 因为我在最后跟一个男生 在对峙的时候 穿上那个分不出来吧 好歹我是女生 然后本能我会害怕 我就叫了 我啊 然后就叫 他过来拉着我的枪 给我摁地上 你要不叫就没事了 本来人那么多 可能放过你 他啊 一叫 哎 还一个 他就过去了 你打过吗 你打过CS吗 一次 好多年以前 你喜欢打吗 不喜欢 我也不喜欢 你为什么不喜欢 没什么 你不喜欢的原因是什么 被打中国艺 嗯 1号 我也打过 就是打那一种 就是有颜色那一种 就是我第一次打了之后 留学 真的非常非常痛 所以我明白乐嘉老师 我没有 我没有留学 我留学我就活不下去了 对 我就是不是中央部位 都这么痛 你是更加更加的痛嘛 你好像很能理解一样 22号 我对CS非常的不了解 是不是那个打久了的话 就会有一种 用均匀的那个方式 去理解这个世界 比如说有问题找手掌 然后那个结了婚 老婆就是手掌 然后那个 有命令这样执行 结了婚老婆的话 就是命令 然后这样在外 军令有所不受 有的时候出门 老婆管不着 就可以小玩一下 谢谢 那个 结婚也不结婚 老婆都是手掌 哎 不结婚没老婆 不结婚没老婆 来看下一条 来看下一条 我的初恋是在网上唱歌认识的 他很喜欢我唱歌的感觉 他是一名日本的留学生 最后呢 因为地狱的关系 我们还是选择分开 后来的感情经历 虽然时间很短 但是对我的感触很大 因为我觉得他不够真诚 说话前后对不上 经历了那些之后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最重要的还是信任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我不介意你有异性的朋友圈 同时我会相信 我会和他们相处得很好 我比较喜欢文静可爱 有爱心 喜欢动物的女生 因为我觉得 心中有爱的女生 才是最美丽的 我是一个乐天派的人 开在一起玩笑 惊得起吐槽 所以你以后和我在一起 你可以尽情地开我的玩笑 我也会顺着你的意思自嘲 我喜欢旅游 但不喜欢独行 我期待着有一天 能带着我的女朋友 去各地旅行 吃各种美食 用相机记录下 我们美好的回忆 希望你往上唱歌 对 就是很多人一块来评价你 对 唱得最烂的 会不会被踢出去 不是 唱得最烂的 你上不去 他需要 他女性那个频道 他需要考核 需要 就跟打通关一样 一级一级往上走 是吧 对 好 我们给你个机会 在这里展示一下 帮我打打节奏好吗 来 好 来 好 小黄的红酒皮 嘴唇像染着鲜血 那不寻找的美 那是面的嘴 谁从心得跟随 从几两档的身为 脚下切成玫瑰 汇尽一个温暖安慰 可怜 也太美 千万在危险 总有人愈吃饮光好吃饮 爱太美 千万最危险 愿陪上了一切 超出千年的泪 你太美 千万最无言 我多少勇事 对隔着世界 我做枉飞 我要拔着你的命 谢谢 谢谢 一般是这样的 唱得比较烂的 主持人早就出来打断了 谢谢 好 就到这儿吧 就到这儿吧 唱得好的呢 我们多听一会儿 好吗 你看看那么多人举手 很壮观的 谢谢 20个 男嘉宾 你好 我刚才看到 你给我行辞大礼 我说不起 我刚才看到你的VCR里面 说到你跟你成女友 就因为他前后口径对不上嘛 然后你就因为性认的原因 跟他分手 这个事情我有的时候会觉得 就我觉得跟乐嘉老师交流 我觉得应该对人 要更多的宽容 性认是两个人互相给的 如果你相信他 就会相信他前后不一致 一定有一个合理的原因 你应该给他解释的机会 其实这个不是不止一次的 发生在我们两个之间 就是说你偶尔的 就是说朋友聊天的时候 提起之前的什么事 或者说关于到他 你在访过来聊的时候 他说的就是跟你之前说的 就完全不一样 你能举个例子吗 他告诉我的名字 和他身份证上不一样的 因为我知道 那就涉及诈骗 那就不怪你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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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在VCR里面看到 就是说因为距离问题 你们和你和你的第一个女朋友 分手了 那现在就是说 如果还是有 因为我们现在台上的女孩子 也是天南海北 哪个地方都有 那如果说 再次发生这种异地恋怎么办 异地恋 我觉得现在国内的话 我能接受 就是不要离太远就可以 谢谢 好 我们来看下一条 他是我身上的后者伙伴 对于事业来说 他非常有闯劲 做事情非常认真 喜欢向那些成功人士 讨教世界上的经验 他非常的孝顺 记得我们私人摄影 刚开业的时候 他就给父母 盯了一套婚纱照 给父母一个非常大的 surprise 她是个热田派 不管阴天晴天 她的笑容什么挂在脸上 女孩跟她在一起 一年实际肯定都特别开心 她是一个爱玩 爱闹 爱开玩笑的一个人 只要和她在一起 你一点烦心是什么的 最后一个问题给21号 我想说我很喜欢你 谢谢 谢谢 她刘灯表明愿意跟你走 如果你愿意 上去带她离开 如果不愿意 表示感谢之后自己走 哦 愿意 恭喜你 恭喜男女嘉宾获得了 京东商务提供的 富富大高 接手能够美丽的商务 我每一天都爱不参加 我爱你 我失望的落不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次是我自己勇敢的卖出了第一遍 那你得连到最后 但是我想知道 那你的心动女生到底是谁 我的心动女生 心动女生选的是9号 上台的时候说实话眼都花了 觉得选一个离自己比较近的 然后就选了9号 那我最后可以原谅你带你以后 心动女生选的是9号 好的 我会时刻铭记在心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大家好 我叫何泽东 来自江西大州 目前戴湖湖 今年28岁 何泽东欢迎你 你一出来拎这么大一个包 好亲戚一样 这看着我们就有点烙人的心理 可惜 我们家里是特 这是什么 这是家里面的特产 哪儿的特产 江西干州 江西干州革命老区 这里面有一个是我的吗 没有 没有你的 有一个是我的 当你送给我的时候 你希望我是什么样的表情 和说什么样的话 你问这个话什么意思 有原因的 网上有人 我看到有人说 你们三个人 那副贪婪的嘴脸 只要有男嘉宾上来带礼物 你看你们三个笑得 你没开眼笑 没开眼笑 没带礼物的 你们就是另外一副嘴脸 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开始起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规格 就是在多少 哎呦 行啊 这个更要命 这个更要命 你说是什么 20块钱以下 20块钱以下的 我们表现得喜笑颜开 表现得无比的激动 凡是价值超过 40块钱以上不许送 行吗 这可以定一个规矩 我们就按照 定个票 50块钱以下吧 可以接着50块钱以下的礼物 50块钱以下我们要大喜 50块钱以上 我们要表现得非常的愤怒 这样就可以显示出来 我们的一腔正气 好 那我们还是 下不为例啊 下不为例 孟爷爷 我可以不笑吗 我 我 我谢谢你 当然我该说什么 还说什么啊 谢谢 这份是给心动女生的是吧 如果有胆灭灭了 就给心动女生呢 都灭了给心动女生 是的 都留着呢 都留着就把她带走 带走 把她牵走的那个女生 反正都是给她 好 看看对面24个女生 这位男嘉宾来自百合网 24位女生对何泽东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谢谢 谢谢 新上场的21号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吕丹 来自北京 从前我走过一段无谓的等待 然后这一年的时间里 我用我自己的努力 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地位 和社会的人格方面的独立 现在是我人生最美好的时刻 我希望有我的另一半 来陪我走过精彩的未来 谢谢 你说经过了一段无谓的等待 我们该怎么理解 就是这个人 并不是真的想跟你结婚 因为在男人而言 我觉得 他觉得事业很重要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如果把事业看作 比婚姻还重要 这样的人应该谨慎 欢迎你 你对他的印象 虽然我现在还不了解他 但是我觉得 如果这个时候 就直接趴下 显得有点肤浅 对 往下 低 往下 趴下 拍一下 拍一下 对 抱歉 你有一点紧张 放松点好吗 好的 来看第一条片子 大家好 我叫何泽东 来自江西杆州 我13岁就开始从家里出来学徒 因为那时家庭条件比较穷 我出来的时候 我妈给了我20块钱 坐车就坐了13块钱 从此以后 再也没花过我家里一分钱 手上有点积蓄 然后去学汽车美容 坐了两年 赚了20多万 觉得钱来得太慢 对于我个人来讲 20万太少了 后来我又选择去做矿 做矿中遇到了不幸的事 三体滑坡 老天没法让我们经营下去 后来我又选择做我的老本行 自己带着自己小小的施工队 但是工地不小 比如说有酒店 商场 房地产 办公楼 我现在做的就是这个商场 对于我个人来说 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事情 你现在的工程都在什么地方 现在在安徽五湖 在安徽五湖 4号 我觉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然后男嘉宾的 应该说你的底蕴吧 或者说你的本身的不那么好 但是你通过自己的努力 有很多方法去赚钱 但是你觉不觉得 你对你钱的欲望非常非常强烈呢 就是你好像不知道 什么叫自主常乐 那你有没有问他 为什么他对钱的欲望会强烈 你有问过他吗 可能是因为 说熟悉一点就是穷怕了 然后就不想再有这样比较窘迫的生活 但是我想因为你现在资产的话 我就保守估计起码有100万左右吧 那你现在应该比普通人的话 他有多少资产你都估计出来了 真神 我就随便说说举个例子 假设我现在问你啊 如果他的资产没有你说的100万 没有那么多 那怎么办 我觉得20万你可以活得很快乐呀 你为什么要那么强的欲望呢 因为人生有所为有所不为 对 就是你在对模样 以往太执着的时候都会很痛苦的 很好 小伙子 这个姑娘是一个 非常高风亮节的人 她说你呢 已经赚了20多万已经够了 你要赚那么多钱干嘛呀 自主常乐 你现在赚的钱已经够花了 干嘛要赚那么多钱 你老实交代 我是这样想 因为以前自己的条件过得苦 不想要以后的另一半 或者是后一代不想过得那么 以前我同样的那样的乐子 而且你还有 我觉得你现在已经够了足够了 你现在的钱可以了 他有父母在农村要赡养 他要在城市里落脚 要买房子 讨老婆 如果以后有了孩子 还要有比我们更高的教育费用 他可能确实要花钱 要真的比你花得多 你别跟他讲了 他就是嘴巴说说而已 你以为他心里面这么在想 他多少才能够了 才能够幸福了 最后才发现 这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嘛 有的人对钱 他可能要求得多一点 有别的原因 就像有的人对别人的长相 要求也没够一样 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得很认识 这样嘛 小伙子 你刚才说 你不想让你的小孩以后 再过你过去的生活 你能不能给我们 简短地描述一下 你原来家境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家里面农村是属于 到处属一属二的 最穷的 在农村也是最穷的 是 跟我们读书 那时候在农村收入 基本上没收入 就是只有点粮食 收入都没有 好 我们接下来一条片子 看一看这个男嘉宾 为什么对金钱有着 好像超出别人的那种 渴望的原因 下一条片子 说出来也不怕你们笑 我21岁之前没谈女朋友 也没结婚 我就做父亲了 2006年10月18号凌晨3点多 突然听到门外有小孩的哭声 我当时就起床 推开门一看 门外有个纸箱子 裹着个小孩 里面有奶粉 有小孩的衣服 决定把小孩抱进来 抱进来房间之后 小孩还哭得很伤心 我就把奶粉拆开 用自己的杯子洗干净 泡了一杯奶 我就用小勺子慢慢地喂她 后来整个晚上都没睡觉 小孩安静地睡着了 我心里就踏实了 天一亮 我怕小孩有残疾 我抱去医院检查 医生说一切都健康 来我打电话给我爸妈 说我们家收养他吧 我爸妈说 要是以后我们老了 带不动了 你一个人带着他怎么办 我就说 就算不结婚 我就带着他一个人过 因为他是我亲手抱进来的 我就要对他负责 这是作为一个男人的责任 谢谢 可能有很多问题 在他们提问之前 我们先了解一个基本你的心态 两个问题我有 第一 从你现在的境遇来看 有没有后悔过收养这个孩子 没有后悔过 第二个问题 你来到这里 这个片子播完之后 你有没有担心过孩子知道了 你不是他的亲生父亲 你有这个担心吗 有的 有这个担心 有 但这个担心应该不会是 在现在会有吧 这个你这么 已经带了小孩六年 这六年里面孩子也一定会问你 哎妈妈 他说爸爸妈妈呢 也一定这种问题 应该会问你怎么回答呢 以前我就是一直骗他 我说你妈妈一直在外面打工 没挣到钱不回来看你 我说等他挣到钱 就回来看你 然后你就希望以后结婚了之后 就跟孩子说 你们夫妻两个商量好 就说妈妈回来了 是这样吗 是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契机 可以刚好让小孩知道 那你这六年 都是一直在外面打工啊 或者是自己带队伍 你是把这孩子带在身边吗 现在我父母带 因为前几年还会来 就是读幼儿园的时候 不上课的时候 暑假或者是寒假 会过来我这边 那今年他要上一年级了 在家里面他要补习课 他学习很差 在杆州吗 在杆州 来 我们看看女孩有什么问题 21号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就是你常年在外 这个小孩子会不会缺乏父爱 因为他没有了父亲母亲 如果连你也长期不再这样的话 这个小孩子的成长 你觉得不会有一定的缺陷吗 有想过这样的问题 我想了就是再做两年一两年的 我也不想做这个了 就直接 如果说能珍惜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到他那里去发展 也无所谓的带着小孩 把孩子带在身边 是 8号 就是 其实作为父亲 父母亲来讲或孩子来讲 其实这并不算什么 因为毕竟彼此有感情 其实大家最害怕就是世人的眼光 他作为父母亲来讲 最担心的是怕别人认为 说这个孩子不是我亲生的 而让这个孩子会有所伤害 我想世人如果大家都拿出非常有 就别管人家是不是亲生的 人家只要彼此相爱是母女或父子 就OK了 管那么多干什么呢 虽然你已经灭灯了 如果 简单点说吧 你能接受你的另一半 有这样的经历吗 能啊 谢谢 现在台上还有16盏灯 我想你能不能清楚地 简单地告诉所有的人 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 你要找的另一半标准是什么 你讲之前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有没有考虑过 将来你结了婚 你还要不要自己的孩子 或者对方如果带一个孩子 你有没有考虑过将会怎么样去相处 对方就是有一个孩子 如果对方是单亲的母亲 也有一个孩子 这应该比较好 这能接受 这能接受怎么不能接受呢 能接受 你结婚了之后 还要不要自己生个孩子 要看自己的经济能力了 说句良心 如果说对方有个孩子 自己有个孩子的话 下面 经济能力没有问题 对方没有孩子 经济能力没有问题 还会生一个 还会生一个 然后长大了以后 如果你自己生出来的这个孩子 跟你领养的孩子吵架 然后你自己生出来的孩子 就对领养的孩子说 去 你不要跟我想东西 你不是爸爸亲生的 这个东西是我的 然后你那个被领养的孩子 受到了挫折 刚好他们吵架的那一幕 给你看到了 你怎么办 我就劝他们不要吵架了 我说两个都是一样的 有什么吵 所以以他的表达 只能回答到这儿 但是我想 所有对有领养孩子的家庭 都会面对这样的一个 我认识一个警察 南京公安局的一个 普通的民进 我认识他很多年 他有一儿一女 当时我还很奇怪 我说怎么有两个孩子 结果其中有一个是领养的 我认识这个警察很多年 我都不知道 两个孩子都一样的幸福 他脾气很大 要骂两个一块骂 要打两个一块打 要好两个一块好 所以我特别尊敬 我那个警察的朋友 好 我们来看下一条 何顿这个人非常的守宠性 只要他当天当你的事情 不论是再晚 他都会帮你办成的 不会撤到第二天的 何顿这个人很大方 他觉得我们条件不太好 每次带我们出去吃饭 他都抢出相买单 何顿讲了个小事 这个孩子特别好 像情人关心一样 一般人也做不到 小河这个人吧 闲话太多 不是说生活上闲话太多 就是工作长到处做 看了这个也说 看了那个也说 我们烦死了 一家们赶紧给他带走 我也预见到 可能是这个结果 但是刚才那个问题 没有回答完 说了一半 就是你可以接受 对方离异带一个孩子 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你也愿意自己和对方 再生一个孩子 有没有其他的表情 没有 没有 对职业 收入 相貌 身高等等 一切都没有 能带着出去 带着回来 就可以 主要是心善良 刚才那段话 是为了电视之前 看我们节目的很多的女观众 回去 你有邮箱是吧 有的 好 回去看看邮箱 会有 也许会有类似经历的女性朋友 和你联系 好 再来我送你 带给你的心动女生 你直接走过去 你直接过去 不足道的欢喜 收下吧 好 谢谢你 和我一切 双手撑起我们的家 总是接近所有 把最好的给我 我是你的骄傲吗 还在为我而担心吗 你先挂的孩子啊 长大啊 台上老师问的 我说错一句话 也就是生小孩来问的 不要自己做决定 要经过女方来同意 虽然今天没有牵手成功 很遗憾 希望台下的嘉宾 希望台下的嘉宾 可以写信给我 我的要求是 找一个 可以带得出去 能带得回来 主要是心善良 能一起和我 抚养这个小孩 就可以了 是一个多好的人呢 不太会说话 但是质苦当中 我们能感受到的善良 希望这个世界上 这样的好人再多一些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我先来召唤 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3位老师你们好 台上24位女嘉宾大家好 我叫张宇 现在居住在北京 今年29岁 不过只有30多天 可以继续二了 谢谢 谢谢 张宇 欢迎你 孟爷 没事 没事 好多了 好多了 不好意思 我还带礼物 哎哎哎哎 你这说的行动 我会很那个 知道吗 看看对面24个女孩 24位女生对张宇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谢谢 5号 灭灯的原因 没什么原因 就是现在不想说话 就是从那会儿开始 你就从来没笑过了 对 我一直 我一直在观察她 她显然还在上一 在那个男生那样 情绪没有回来 我觉得倒是可以 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 想一下自己到底要什么 像你这么高的智商 是应该想明白的 3号 那个我 我的那个 就是我一开始的开场白 我就说了我想找 那个温柔的大书型 所以那个男嘉宾 我觉得他不是大书 他是 他是 小书子 其实我很百变的 男嘉宾其实外形很不错 但是不是我的心 就离大书还差一点 差那么一截 差一点 看她第一条片子 我叫张雨 现在居住在北京 就职于一家 大型的咨询服务类外体 17岁那年 我决定只身去澳洲留学 出到国外的时候 我给自己设立了几个发展目标 取得海外名校的文凭 能有一份不错的 海外大公司的工作经历 随着目标一个一个的实现 我开始非常认真地 考虑回国发展 现在的我呢 从事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 财务顾问工作 希望可以利用我的专业知识 为中国企业 尽一份绵薄之力 我非常热爱我现在的工作 回到国内呢 其实时间并不长 但是我已经爱上了 常驻北京的生活 在北京呢 我可以中午的时候 与来自香港的朋友 品尝月市早茶 下午的时候呢 又可以跟来自英国的同事 品尝英式的下午茶 晚上的时候呢 我又可以跟一群 来自东北的大老爷们 喝啤酒 吃烤串 我非常向往轻松惬意的生活 每年我都会出去旅行 去斐济潜水 在日本滑雪 去澳洲的沙滩上 甚至太阳 不难看出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男孩 希望你们可以 进一步了解我哦 谢谢 20号 男嘉宾 你好 我跟你有相同的背景 不是背景 我没有你的背景 我跟你有相同的经历 我知道 您也是澳洲回来的是吧 对啊 看到你我就想到我一些 澳洲的一些 无法预期的事情 我有一个同学 他住学校宿舍 因为学习压力太大 他的那个电热毯 忘记拔了 结果把整个宿舍给烧了 他就来找我 他说 真真现在这下咋办 然后我们那时候全荒了 我们就来帮他 制定出逃计划 结果我发现 事实不是那样的 因为他们所有的房子 都有买保险 而且老师来找他的时候 叫他开一个清单 然后就把他所有烧掉的东西 都赔给他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觉得 有一些出国经历的人 可能会应变能力会比较好 我相信你一定也是这样 我同意您说这话 我想说的就是很简单 就是说无论在哪儿 无论在哪个城市 无论在哪个国家 我觉得任何一个人 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 首先要做的就是熟悉 当地的所有 当地的所谓的这些文化 跟这些办事的这些规律 所以这样你才能更好的 能够独立地生活下去 我也相信像您 包括我本人 我觉得因为这段海外的经历 所以我个人认为 我的自理能力还是 自我生活能力 还是比较强的 我相信您也是一样的 加油 谢谢 16号 男嘉宾 你好 这里 你的生活方式 我还蛮喜欢的 因为我跟你差不多 也是白天上班的时候 穿得跟个白领一样 就感觉非常OK 非常女人 然后一到下班之后 然后短裤 短袖一换 拖鞋一穿 然后就各种路边摊 各种烤串 然后我也很喜欢这种 这种生活方式 所以你还不错 看看 再看看 来看下一条 我有过三段感情经历 第三段感情曾经很纠结 我们是高中同学 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们重逢并相爱的 他追随我来到了澳洲 继续深造 学业完成后 他获得了一个在美国的 非常好的实习的机会 当时的我在澳洲的工作 已经相当地稳定 而他的短期的实习 又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 所以我留在了澳洲 他只身去了美国 南北半球的距离 大洋相隔的时差 我们最终还是分手 说到我的理想女生 我喜欢美丽 善良 孝顺的女孩 记得小时候 可喜欢看教室里面 贴的眼帽金操涂了 因为喜欢涂上 那个大眼睛的女孩 所以最好 你也是一个大眼睛女孩 另外要有独立生活的经历 这样我们会 比较有共同话题 思想上 我希望他能够成熟一些 有自己的思维方式 热爱的工作 我希望能在这个舞台上 找到这样的女孩 谢谢 22号 男嘉宾 你好 我身边认识一些 就是去国外留学的朋友 一般都会有一种情况 就是在国外 有的时候因为太寂寞 然后比较容易陷入感情里面 你有没有就是在澳洲的时候 因为比较寂寞 然后开始过的感情 然后有怎么处理的 谢谢 我在澳洲有过感情 但是我不会说是因为寂寞 我也确实跟另外一个女孩子 谈了三年多的恋爱 后来分手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两个人 真的性格不胜合适 谢谢 如果是因为寂寞 也都是因为彼此共同的寂寞 1号 我之前也是到过澳大利亚一年 然后认识了一些就是朋友 然后他们每一个人都拍拖 拍超过五次的 有好多都是十次以上 然后你说三次 我就想问是真的三次吗 他承认的三次 是真的 是真的 那我想问 你身边的朋友有没有说 就其实他拍了好多次拖 但是然后就跟别人说 他只是拍过一两次拖 你是不是这种情况 不是 不是 他不是 他不是 你放心 他不是 好 来 下一条 单牛这哥们吧 是一个精力超级充沛的主 他干起活的呢 可以三天两宿的写报告不睡觉 玩起来呢 一样可以从早到晚连轴帅 把我们都累到图形 都看出外表五大三粗的 其实是一个内心非常细腻的 也都能好 可以说他融合了 东北男人的仗义 以及西方男人绅士的优点 本来呢 我们办公室也是一个 美女如云的地方 结果这哥们回来的不是点儿 办公室里的姑娘们 基本都变成孩儿他娘了 他穿衣服非常有品 每天呢都会换不同的衣服 无论是运动服还是西装 他都能驾驭得很好哦 瞧他的小胡子多了要人 而且相当逻辑 嗯 跟我一样是高不帅 大家看不上他 可以来找我哦 丹尼尔加油 加油 谢谢 谢谢 恭喜你进入到了男生群里 有请12号 15号 我们来看男嘉宾的心动女生是 8号 最近8号上榜率很高 我觉得他今天走过去的表情 和以往不太一样 有点不一样 你说你觉得那个不一样 我也觉得有一点 你跟我分析一下 你看到的不一样是什么 他以前每次上来心里想的是 哎呦 要命了 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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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带走我旁边的 千万不要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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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今天上去以后 眼角流露出来了一丝 一定要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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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的对吗 8号 没有 我当时就在想 哎呀 我可以含笑走全了 好 来 你相信我说的话 你看看大屏幕 三个女生的十项基本资料 选一项 我选择第四项 做家务的能力 男人最爱选这一项 12号 大部分家务都会做 喜欢收拾房间 偶尔也会做 饭请朋友来吃 8号 包括修理下水管道 水龙头等家务全部会做 尤其熟练针线活 最爱缝缝补补 15号 哎呀 太吓人了 所以有家务都会做 自己会换水龙头 你们是一个单位的 都换水龙头 换灯管 保险司 有会盖房子不会啊 有专业的私人工具 像除了班众物上楼 我听过报了所有男人干的活 哎 我问一下 你为什么会这些东西 是因为什么原因 是因为我家庭原因 因为我妈妈这个人呢 和爸爸分开比较早 我妈妈是一个比 比较柔弱的 对 比较柔弱的 比较依赖我的 就是说家里面没有男人 这些事情 我妈又干不了 我不干谁干 我觉得你以后 要找一个老公 要会织毛衣 那个做点针线活 然后你去管 针线活我也会啊 那你就不需要男人了 你非跟我抬个 好 最后一个问题 我想问台上的三位女嘉宾 最后一个问题 是跟结婚相关的 就是 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想问一下三位 假设如果现在您交往了一个 相识了一个非常好的男孩 然后从相识到相恋到最终的结婚 您的这个理想的时间 时间段是要多长 来 15号 2到3年 2到3年 8号 刘佳妮 你不喜欢人家 不要给人家误导啊 你要喜欢人家 你知道吗 你这个话说的 我总得 你有什么私心杂念吗 我没有 你有 8号 以我现在的经历以往来看 任何计划都赶不上变化的 所以我根本不去想 我也不去任何的设计 对了就对了 12号 5到10年或者是 5到10年 5到10年 5到10年或15年都可以 我是一个也是很会 也很享受生活 其实我 其实你是一个享受恋爱 其实我很不会讲话 其实我有很多很多的经历 但是我每次一讲话 我就很紧张 怎么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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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长时间恋爱 不哭不哭 没关系 虽然我不会讲话 所以我不怎么讲话 我觉得 适合我讲话怎么那么弱智 你这样说 我觉得很过分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一些东西和尊严 我觉得你才哭得莫名其妙了 你等人把话说完好吧 好吧 我很生气 然后就是我就觉得 突然到了我也很苦 我有很多经历 但是我不会表达 哎 我觉得 12号这个情绪有点突然 我们 不是 我真的很不会表达 我只是 想找一个疼我男人而已 好好好 姑娘 姑娘不哭啊 我有点不太 对 就是你在这台上 突然一下这个情绪 很短暂 没没没 你感觉到了什么 除了自己不善表达 所以你有好多话没说出来 然后你还有什么压力吗 来 将近去抱抱她 抱抱她 抱抱她 没事 没事 好了 抱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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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跟我们说一下 你这个情绪突然一下 是因为什么原因 能让我们知道一下吗 不是 就是 从小到大我都是一个人 我每半年都还一个学校 其实我很自卑 我学历不高 我停的中专 然后我也有去新加坡 留过两年学 但是都不是特别学什么 太多的专业 所以我不敢讲话 个个都那么 学那么高 我觉得我特别特别的低 所以我就 没事 还有我呢 没念过大学呢 主持人没念过大学 有我的 怕什么呢 好 没关系啊 姑娘 好好的 这个不丢人 不丢人 好 来 那个 我不是很清楚 刚才这个表现 跟我有什么关系 跟你没关系 我也想搞清楚 因为她说她要多谈几年恋爱 5到10年你搞清楚啊 对 然后 她学在你要逼她的婚 她很 你要下去一个人说 我们明年领证结婚 她跟你没完 好 你就搞信了 好 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坚持选择8号 有可能被拒绝 你一个人回去 另外两个女孩 你可以带走一个 有可能被拒绝 你一个人回去 另外两个女孩 你可以带走一个 我坚持行动女生 好 来 两位女孩 请回 我估计这小伙子 是被12号给吓到了 来 这会有点时间 争取一下 加宁姐 您好 她叫什么 加宁姐 对 通过在电视上看了您这么多期 我觉得您是一个 起码让我非常非常舒服的一个人 其实我现在呢 虽然我年龄不是特别大 但是我对谈恋爱其实要求很低 只是想我们两个非常开心的 很简单的 舒舒服服的一起生活就好了 所以我希望您能给我们一个 起码相识跟了解的机会 谢谢 我不在意别人叫我加宁姐 但是我会在意我另外一半叫我加宁姐 我也希望像小女人一样 两个月以前 小伙子 两个月以前 刘佳妮跟我抬了一次杠 那是第一次台上有一个女生 称呼她加宁姐 我忘记是谁了 是比8号小的一个数字 当时我马上把这个话给打断 我说刘佳妮不喜欢别人 称呼她加宁姐 刘佳妮当场跟我抬杠 马上把话给抢回去 她说没关系 我喜欢的 我当时就把这句话忍下来 我就不说了 后来叫她这句的人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你知道你刚才那个话叫出去以后 我为什么要发出 那么奇怪的尖叫的声音吗 我就知道你要死定了 你知道吗 她已经表达过她内心 其实是一个特别有依赖性的人 你哪怕比她小 你也可以叫她加妮的 或者叫她妮妮 这都是很好的称呼 完全非常好的师傅 救命啊 小妮子都可以的 你知道吗 救命啊 或者妮妹 她马上说我比你大 对 在我的内心当中 我认为你比我小 我有义务来照顾你 这话一讲她就爽得不行 你知道吗 不不 不 其实 其实是这样的 我倒特别愿意相信 她本人刚才说的那个话 别人怎么叫 叫不叫加妮姐 真还无所谓 就是她的男人 她的男朋友 她的老公 她的另一半 这样叫她可能是介意的 我只是想说 不用把这个东西 无论她叫没叫她姐 真的不必把她们俩的 这种年龄差别看个事 我一直介意姐弟恋 并不是现在 其实我可能想的 确实更多一些 如果说十年后的我 我一定人老猪黄了 到那个时候的你正当年 我还要打断你啊 这很不礼貌 但是我一定要打断你 好 所谓女的比男的老的快 根本就没有科学依据 包括容貌 而且我相信任何一个女生 可能十年之后跟现在容貌 都是不一样的 生理心理我都明白 但其实在我心中 我有一个特别坚定 我相信姐弟恋 会有好的结果 也会有美丽的爱情 但毕竟发生的这个 概率是比较小的 所以我没有自信 等我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 看到我年轻的先生 被更年轻的女人吸引的时候 我想那个时候 我只能特别无助地看着她 我没有任何抱怨的理由和态度 因为这是很现实的 我不可能把自己放在一个 那么吸引的女人的位置上 我还是要为自己 多考虑一些更成熟的男人 很遗憾 很遗憾 没有那么简单 就能处爱 变得全不寒 变得实际 也许好也许好 一晚 好 再见 再见 我在台上站在那一瞬间 我能非常非常真切地感受到 嘉妮姐当时说那样一段话的真诚 所以我也非常非常感谢嘉妮姐的这个真诚 我的未来的恋爱的期待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两个互相喜欢的人 简简单单 然后非常舒服地在一起 去走一段路 去谈一场恋爱 去 当然如果更理想的话 去组织上一个家庭 能够永远地在一起 观众朋友 如果想了解我们24位女嘉宾的 个人资料和联系方式 现在可以拿起手机编辑短信 812253加女嘉宾编号 发送到1066666620 或者登陆布布告vivo智能手机 《非诚勿扰》的官方网站 给她们留言 想要真婚相亲交友的朋友 可以通过百合网 或者真爱网 新浪微博 或者通过现场报名 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 在这里追求你们的幸福 节目最后 感谢布布告vivo智能手机 感谢娃哈哈营养快线 感谢奥康协业 感谢节目合作电商网站 京东商城 本场部分女嘉宾服装 由京东网购商城提供 好了 感谢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 下期再见